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赖清德现在不断放话 连台湾公庙到大陆也被说成是中共渗透 您怎么看 赖清德因为他的得票率未过半 又控制不了台湾的立法机构 所以比起蔡英文在搞台独上 可以说是更加的偏激 更加的狠辣 包括我们说两岸之间的旅游文化交流 本来是最不具政治敏感性的部分了 但是赖清德不但继续坚持 禁止台湾旅行社组团附录 甚至还以大陆公布了 惩治台独的司法意见为由 将大陆标为叫做旅游危险地区 变本加厉的扰乱两岸正常的旅游往来 那么甚至前段时间我们看到 还以所谓高层不具名的方式对媒体放话 说什么大陆对台湾宗教统战有五种样态 连关公妈祖都被说成是大陆渗透台湾的工具 那么岛内有到大陆去寻根问祖的宫庙 也被贴上高危险群的标签 可以说无止境的就要煽动两岸的对立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说就是台独对台湾社会进行的认知作战 同时也是赖清德打击一击的工具 包括蓝白两党前段时间推动强化立法机构监督的法案 就被赖清德发动各种的文攻打成 说这个叫做配合中共危害台湾 那么说这个在野党是所谓的第五纵队 还以此为由合理化民进党发动全武航 破坏意识进行的暴力行为 那么除此之外甚至绿媒还可以毫无根据 用影射的方式来捏造 说大陆驻台记者针对台湾某政论节目来盯梢 那么可以说这个就是既关闭了中天新闻台之后 现在民进党当局又丢出了猎人头的血滴子 要铲除不为民进党所用的媒体 同时也强化赖清德一直刻意制造的恐怖氛围 那么再加上了他的打手沈柏阳去加码宣传 把在野党把台湾的媒体大陆配偶台商公庙等等 通通都贴上中共同路人的标签 那么连前段时间有台湾艺人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说了一句 大家晚上好都被民进党网军说这是大陆用语 和台湾习惯讲的晚安不一样 也要放大解读 说这叫大陆对台湾的文化渗透 那么最近的台军进行精神战力州的星战喊话 你看到赖清德穿上军服呢 在军教节目当中啊可以说呢 言必称啊这个大陆都被他改成叫做中国 那么继续强化他那一套呢两岸互不隶属 所谓两岸是两国的两国论 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赖清德在520以来 短短不到两个月之间 又是通过时代杂志对他的专访 又是在台湾的陆军官校的孝庆的场合 反复重申两国论 丝毫没有要缓解两岸紧张的意思 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郑文燦呢 又被大动作的查办贪污案 很多人就说啊这个郑文燦前段时间呢 他作为台湾海集会的董事长 积极促成了胡歌访台湾 也试图呢想要推进一点两岸旅游 结果呢就惹怒了赖清德成为啊 对郑文燦下重手的最后导火索 所以我们可以说啊 赖清德越是得票率不过半 正当性不足 就越是紧抓台独神主牌 把两岸之间所有的民间交流 可以说尽可能的都污名化 更不要说在政治上 能够对大陆有所示弱 所以现在连美国都非常忧心 再这么下去 台海会持续紧张 甚至失控 民进党当局继续炒作 所谓来自大陆的海空压迫越来越近 在这样的情况下 赖清德扬言提升 不对称战力 是什么心态 赖清德现在是呢 不左镇定 因为他私下当然会收到 台军给他做的各种分析 他知道大陆呢 具有封锁台湾的能力 也知道大陆能够锁定目标 精准打击 因此呢内心里头 就好像呢 是有一把达摩克里斯区剑在那儿 让他呢 时不时啊 提心吊胆 那么现在我们说解放军军机 仍然继续每天都在台湾周遭 做各种的行动 所谓越过海峡中线 已经是家常便饭 尤其呢上一回 我们说解放军发动的军演 叫做2024联合力舰A 那么什么时候会再有B 会再有C 台军呢当然是难以掌握 只好呢看到一点风吹草动 就加紧戒备 就像日前航母山东舰的编队 进入到台湾东南部海域 马上呢又引起了台媒高度关注 然而啊我们说台军除了为此疲于奔命之外 能做的其实相当有幸 现在呢这个我们讲空对地的导弹性能 不用进到12海里的范围 只要距离40海里左右就能够来进行打击 那么解放军军机都已经是多次来到距离台湾本岛 只有24海里左右的地方了 而且呢我们说台湾的海军呢 现在也是连大陆的海景都难以应付 所以台湾的退役将领就说 现在呢台湾的这个海空军呢 都已经是非常疲惫 几乎等于就是躺平了 那么因此赖清德当然急着要来重振士气 最近呢台军进行所谓的精神战力州的星战喊话 赖清德本人呢就跳出来 说啊我们不用怕 我们可以发展所谓的不对称作战 还说这样就能够对解放军避其风 激其弱 能够以少胜多 以有限的军力和武器来赢过解放军 我想这种话呢更像是心虚 就是明摆着知道台湾的体量不能对抗大陆 尤其呢在台湾啊这个历经啊解放军军演之后 其实呢台军的军精已经动摇 最近更是有多起啊基层士兵轻生的事件 所以呢赖清德才要急着出来安抚 但说来说去呢 这个所谓的不对称作战 就是要打消耗战的意思 甚至呢还要搞到所谓的街道战 巷龙战 等于昭告天下 台军已经没有过去所谓决战境外的现金 又说呢要学习乌克兰 其实等同就是承认台湾的海防空防 在台海开战的第一时间就会被解放军拿下 赖清德过去说啊 这个所谓的一无一军人呢 可以不用上战场 只需要负责守备 实际上一无一军人呢 恰恰就是要负责去拖时间的炮灰 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这个赖清德现在想要安抚军心 但又没有什么真正抗中的新手段 以现在我们看精神战力周 以及之后呢这个汉光演习的内容 无非只是要继续渲染 要怎么样提防大陆的任职作战 倒退回去过去戒严时期 保密防敌的那一套 再说呢现在的汉光演习呢 要来进行的 是要来发布所谓中共导弹攻击台湾的模拟警报 还要演练民众怎么来进行疏散 其实更多只是制造更多的恐慌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讲到底呢 这个赖清德现在就和当初面对到 大陆发布惩治台独意见的时候呢 那个反应一样啊 又说我们不用怕 但是呢又把台湾人统统拉下来垫背 说大家都是台独 其实就暴露了他面对大陆色力内人 只好抓所有人和他一起分担 紧张的心虚情绪 赖清德现在的处境啊 确实是内忧外患 你看呢他现在为了巩固他脆弱的基本盘 紧抓台独神主牌 用抗中之名把在野党打成第五纵队 却因此造成两岸紧张更加难解 风波不断 那么原本支持民进党的许多年轻人呢 对于赖清德的这一套抗中语言 也开始厌俊 前段时间你看到赖清德还想去煽动台湾青年 搞所谓的青鸟行动 去包围呢他口中替中共渗透台湾的在野党 结果呢年轻人的反应呢 是完全不如赖清德的预期 而赖清德又因为得票率未过半 也没有办法像蔡英文一样 得到美国呢十足的信任 加上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人为少数 使他对于丧失权力的危机感就更重 那么台湾呢现在有许多的民生问题 像是青年人的住房问题 或者台湾现在面临到呢 既缺电又缺药 这些民生经济呢 本来应该都是赖清德 要好好用心去处理的问题 可是他呢却忙着对付 党内和党外的政敌 执行他所谓的洗敌人心 也就是政治清洗 你比如说啊 这个赖清德呢 他一直执着于 为什么年轻人呢 现在有很多不再支持民进党 大半跑去挺科文哲了 所以他甚至要求民进党党内 要去对年轻人呢 做各种数据信息的分析 结果呢被王毅川给说漏了嘴 导致更多年轻人呢 是厌恶赖清德 那么赖清德现在呢 也针对了原本大家认为 蔡英文的接班人郑文灿 来下重手进行整肃 我们知道郑文灿呢 原本被赖清德发配到的 冷牙门海基会 想要通过呢 推进两岸交流 来做出一点成绩 结果违逆了赖清德要抗中的基调 成为赖清德非除掉不可的一己 那么赖清德为了在党内立威呢 也会冲击到过去八年当权的英系势力 比如啊我们看到柯建明呢 在前段时间呢 就特别上演了 去给蔡英文请安的戏码 这个呢就是有一股势力 现在希望蔡英文能够重新出山 来这个给他们维护 而赖清德就更加的 要来针对英系呢 进行各种的开闸 所以民进党的内斗呢 才刚刚开始 那么赖清德在这种困境之下 可以说呢 他是变本加厉 独上加独 把抗中视为是不可挑战的唯一路线 那么呢 现在呢不断的要在民进党的党内 在台湾岛内的各党之间 还有海峡两岸之间 来树立各种敌人 通过所谓对敌的斗争 来树立他的权威 然而我们说啊 要继续搞抗中 你必须要去争取的 就是民进党一路以来 最大的靠山就是美国 可是呢 赖清德520的台独演出 已经引发了大陆强烈的反应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为了混乱的国际情势 以及自身能否连任 已经是焦头烂额的拜登 当然不希望赖清德又惹事端 所以啊 现在可以说对赖清德的支持呢 就不及当年对蔡英文了 甚至呢 还开始啊 这个警告 颇有啊 当年小布什把沉嘴扁 视为是麻烦制造者的味道 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看呢 这个共和党的特朗普 对于到底要如何 来这个继续防卫台湾 其实呢 表态是非常模糊 那么可以说呢 甚至已经倾向 要尽早的抛售掉 他认为价值越来越 在递减的台湾 所以赖清德得不到 美国高教的支持 又不像蔡英文能够得到啊 岛内多数年轻人的喜爱 民进党的内斗呢 也会反噬赖清德的执政 这个所谓的抗中 现在对赖清德来说 已经变成了双面刃